昨天法輪功被人走進他的帳戶裏面 Hack Go他 接著又說撤離了香港 又說七 那時候我吃飯 第一次收到這個信息 我第一次訊息了珍珍 梁珍小姐 問他什麼 他立刻回答 就是流料來的 不要想太順 原本我打算今天香港人家書收了這條資料 就是要跟何老總聊天 是不是 但是關鍵就是 學老總說 不如看看是否見了 我當然就等一等珍姐說 立刻回回學老總 喂 老總是流料來的 不要說可以不用你 另外 有一個叫香港法輪大法學會 在Facebook專頁 昨晚發聲明 就說決定撤退香港 今天 這個香港法輪法學會會長 梁珍接受查詢的時候 就說其實有人不用做事端 他們強調在香港的活動一直是合法 至今都沒有因為社團註冊等等的問題 收到警方的聯絡 而他們 亦都沒有打算撤退香港 首先 第二件事 我也明白 教協那些 你說法輪功要撤退香港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撤退 你說大紀元撤退香港也明白 你說法輪功我只是練功而已 是啊 他自己在家裡有得 他怎樣撤退 就是 這件事今早我一看10點多 有人發給我 當然是假的 我已經說了 你不是相信 第一 如果他們要說這些東西 你怎樣都可以先帶紀元出線 他要說這些東西 甚至乎大紀元出線 甚至乎梁珍在自己的平台上 對 然後在Facebook上 他自己先說 怎麽不可以先放Facebook上 然後你見到 整出來的媒體 香港領一無線新聞 雖然 公道一點說 立場新聞也有中招 甚至裡面寫到 派了記者灣 1點多按進去 他還看到 去灣仔也看不到 如果說法輪功街站的病 我心想 10點多時 法輪功到街站還未放 總之公道少少 但絕大部份 那些都是建制派 民建聯那些 我不知道 有些人說是否陰謀論 就專門用這件事 後來假新聞發 但我心想 其實有沒有這件事 他都可以隨時立這些法 總之 永遠是你們這些人 就是這樣 不用下腦去思考 你這麽快就報到這樣 又是這樣的 最近香港見到這麼多變化 就覺得法輪功退出也不奇怪 至於你說會不會用這件事 來做假新聞呢 你說他們專門去部署 我覺得不需要 但你說借商城毒 其中是 突然拿出來說的 也不奇怪 說真的 我公佈他們自己 就公佈 是靠你們外面 你弄了一張Facebook 平時他們的東西都不是靠到網站 平時你基本上都不用 就是 最主要一定是在大紀元上推出的 就是我用一些常理 想到這刻真的不合常理 原來被人發現 就用教協解散的聲明 換個字眼 換個名字 就算了 是的 其實你基本上做一點的Facture 就已經不會這樣炒車 不過說真的 但是做這些人 又有什麼動機呢 做這些人 黑心 其實我告訴你 可能最簡單的就是無聊 黑心 純粹是這樣而已 未必收錢的 剛才說 還未有的那些 那當時怎麼做呢 今天梁珍解釋原來不是 但是原來因為中審法院 較早前駁回法輪功 有關13年 即8年前 被沒收宣傳品的上訴許可 就是他想做上訴 中審法院駁回 因為中審法院駁回 食環署就執法 所以他們現在暫時 就移走街站的宣傳品而已 就知道了 哪裡? 遠距離 都會沒用 那就是 這個人 這次是 出現的 想法院駁回 電視 電視 翡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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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